大家好,我是星座主编悠悠 接下来为大家播报2020年8月13日的12星座运势 本日重要星象,月亮入双子 今天是沟通提升,脑筋活跃的一天 重点影响星座有 魔羯座,金牛座,处女座,白羊座,天秤座,水瓶座,双子座 接下来了解下12星座的具体运势 请同时参考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 白羊座,刺客星 白羊宝宝今天容易被某些情境触动过去悲伤记忆 过去的事就交给时间吧 下班后不妨遇上朋友们找找乐子 金牛座,五颗星 金牛宝宝今天一凡往日缓慢的常态 竞争心强烈 建议利用好胜心来解决拖延已久的项目 可以有效推动事业前进 双子座,四颗星 双子宝宝今天可以多多关注细节 或者可以找到一些策划或创意方面的头绪 或许可以深刻读取自己的内心 巨蟹座,三颗星 巨蟹宝宝今天工作运势欠佳 可能会发现自己与他人的交流 总是背道而驰 或令人取笑 你的沟通技巧也可以因此得到磨练 狮子座,四颗星 狮子宝宝今天把赞助力放在财务方面吧 花时间和精力思考如何处理钱财的收入和支柱 做一个合理的理财规划 处女座,五颗星 处女宝宝今天容易急 有伴者要注意和伴侣的沟通方式 单身者要注意和普通朋友的用词 不要太拿自己不当外人 天秤座,四颗星 天正宝宝今天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建议从繁忙的工作或学习中 抽出时间锻炼身体 放松的同时可以让你更有活力 天蝎座,四颗星 天蝎宝宝今天性格迥异 部分人积极主动 勇敢尝试平时不敢做的事 部分人直接又莽撞 可能会引起一些麻烦 射手座,五颗星 射手宝宝今天的事情有些多 又不懂得拒绝 请一多想想是否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 尝试勇敢的say no吧 魔戒座,五颗星 魔戒宝宝今天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 跟同事多沟通学习 两些好的话 很可能会得到领导的赏识 水瓶座,四颗星 水瓶宝宝今天适合增进情侣感情 比如带着另一半和朋友聚会 比如参加一些聊天交流的搜索活动 双鱼座,四颗星 双鱼宝宝今天逻辑思维能力很强 可以把工作梳理好 可以理清明白往日的旧账 可以深度思考或谋划 点赞转发,人生开挂